这种食物是给鬼吃的,活人千万别再吃了,小心受到诅咒,给自己招来厄运,知道真相的我害怕极了。 鬼食其食物之魂,逆宗称为气,被动地接受命运安排。 如果食物放久了,或在不干净的多鬼之地,肯定会被争抢光了,另外民间供鬼神的,一两个小时后,食物所含的气祸魂就被吃干净,生人最好不要时,容易赶招结会,令身心难受。 大家好,我是一修,点个订阅,带你了解不一样的佛学知识。 1.家生的饭 好多地方有种习俗,人死了要在棺材前头放一碗倒头饭,并且在上面插上筷子,好让死人吃饱了好上路,在黄泉路上走得更远,所以说家生饭是给死人吃的。 另外,从科学的角度来讲,家生饭人吃了也不好,不卫生,不利于消化,人吃了容易拉肚子。 明朝时期,苏杭一带有个名叫张子放的年轻人,他是个孤儿,年轻时跟着村里的长辈走南闯北,去过很多地方,他与妻子就是在这期间相识的。 之后,张子放带着妻子回到家乡,并用多年积蓄开了一家饭庄,生意十分火爆,夫妻俩的生活也渐渐好了气卡。 张子放的妻子名叫白蝶。 他是洛阳人士,父亲则是一位文人,在当地声望颇高,他与妻子只有白蝶这么一个女儿,自然不希望他远嫁。 因此,当年白蝶跟张子放在一起时,受到了不小的阻力,两人虽走到了一起,可张子放跟岳父岳母之间的关系仍旧有些僵硬。 这年秋日,张子放跟白蝶忽然接到了白家的来信,说是白老爷子就要过六十大寿了,希望二人能回去参加。 白蝶很是高兴,他已经很多年没回过家了,他将此事告诉丈夫,并打算趁此机会,好好改善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。 眼看寿淡临近,张子放备好寿礼,带着妻子朝洛阳赶去,在快到目的地的时候,天空忽然下起了大雨,关道由于泥土滑坡被堵,他们只好绕道走小路,可这却耽误了一天的时间,当他们赶到白府的时候,已经是傍晚了,且寿宴已经开始了。 夫妻俩急匆匆走进府邸,只见高堂满座,岳母见二人来得这么晚,不免有些不悦,上前呵斥了两句,白老爷子倒并未在意,而是上前招呼二人落座,并询问女儿最近的生活,奇怪的是,张子放发现,岳父跟岳母的脸色很是苍白。 坐在院子里的宾客们也十分安静,就在张子放疑惑之际,岳父却忽然转头看向了他,并一脸严肃道,小张,你现在干了什么,能挣多少,能养活一家吗? 张子放不敢怠慢,赶忙如实回答,一旁的白蝶则赶忙打住宫,白老爷子听后,仿佛很是满意,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,以示鼓励,并主动坦白,表示他们并不是不喜欢张子放,只是不舍得白蝶, 还希望两人今后能经常回来看看他们,聊天期间,一旁的岳母则将一大锅米饭端上了桌,家中的随从也立马将饭菜端到了其他宾客的桌前。 就在张子放衣外还有菜肴的时候,岳母却给他们一一打好了饭,并催促他们快吃,张子放低头一看,那还是家生饭,一半你是熟的,一半则是生的,这寿宴也太寒酸了,他抬头看向妻子,白蝶则跟父亲聊得正欢, 并表示肚子不舒服,要先去上躺茅房,这下桌前就剩他一人了,岳母催促他快吃,他苦笑着点点头,并拿起了碗筷,可只是这个动作, 却让桌上的其他人骑刷刷扭头看向了他,他还以为自己做错了事,赶忙低下头,偷偷查看其他饭桌前的客人。 可这一看,却把他吓得魂飞魄散,只见其他桌的宾客,端着一碗碗家生饭,将其放置在鼻子前,疯狂地抽动鼻子,仿佛要将家生饭吸入鼻腔当中一般。 闻过后,众人将饭放下,露出了满足的表情。 再看岳父岳母,他们竟也是如此,只闻不吃。 张子放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村里老者跟他说过的是,家生饭是给鬼魂吃的,这家生饭又称倒头饭,死去的亡魂吃过后,就有力气走到地府投胎了。 不过鬼魂吃东西跟人不一样,他们是吃饭菜中的精气,也就是只用闻味道就行了。 想到这,张子放心中大害,莫非眼前之人,皆是鬼魂,他双腿止不住地颤抖,一旁的岳母还在催促他快吃。 他灵机一动,也学着别人的样子,放下筷子,将那碗家生饭凑到鼻子旁,只闻不吃。 众人健壮,这才收回了目光。 而他闻了两下后,也以肚子疼为由,往茅房跑去,且刚好在半路碰到了回来的妻子,不等他开口。 张子放便拉着他跑出了府邸,并找了一家客店赞助。 白蝶询问发生了什么,张子放却一直不敢明说,因为他也不能确定,迷迷糊糊过了一晚上后。 夫妻俩一大早便回到了白府,可府上却安静地出奇,且完全没有任何寿宴的布置。 白蝶也猛了,莫非昨晚他们没在家? 二人刚一进屋,却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腹臭味。 张子放走到床边,却看到了岳父岳母的尸体。 原来,白老爷在过寿前几日便去世了。 而白母不堪打击,也死在了她的床边,由于无人知晓。 二人的尸首一直停放在房间当中,也就是说,昨晚他们见到的,其实是父母的鬼魂。 白蝶悲痛欲绝,扑到二老身旁嚎啕大哭起来。 张子放则上前安慰。 并将昨天的事如实告知,好在她机灵,没有吃那家生饭,不然定会被那些来参加寿宴的鬼魂给带走,难逃一劫。 二,倒头饭。 在举办丧事的过程中,祭拜是少不了的,在祭拜中,米或者米饭的制作,摆放就是最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物。 而倒头饭,则是家人给逝者送上的最后一顿人间的饭,也被称为是倒头饭,吃了这碗饭,人生倒头,生死两隔。 倒头饭在读音上也有讲究,不少地区是读四生,也有读成三生,指的都是将米饭翻倒过来的意思。 这时候的米饭,是呈给逝者的,就需要将其与生者所吃的米饭盛放形式相反,进行区分。 倒头饭在制作和盛放上,其实还有多种差异,有种倒头饭中,米饭是不煮熟的,之后将半熟的米饭盛放到碗里面。 压食,目的是要将米饭压成碗的形状,再拿出另外一个碗,将压好的米饭倒扣到碗里面,这样一来,米饭在碗中呈现的就是一个突出来的半球形。 还有一种是倒扣熟米饭,相比于前面的倒扣加生饭,这儿的区别旨在于米饭是完全煮熟的状态。 同样是先用一个碗定型,再倒扣到另一个碗中去使用。 还有一种形式,是需要将米饭完全煮熟,接着再用水进行浸泡,这会儿就不需要定型与倒扣的步骤了。 不管是哪一种倒头饭的形式,基本上都需要在盛好的米饭上插上筷子。 不过,筷子插上的数量和方式,各个地区也有各自的差别。 这方面,其实也能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我们平时吃饭时,长辈叮嘱我们的用餐禁忌。 比如,吃饭的时候,多盛出来的米饭如果要吃,不能直接把一整碗饭倒扣在自己的碗里。 应该用筷子或其他的餐具盛出来,因为倒扣的米饭,就类似于前面提到的倒头饭的形式,这种用餐方式,对于生者还是非常不吉利的。 还有的便是,吃饭的时候,筷子只能平放,不能直接插在碗里的米饭上。 这也是倒头饭的做法,不吉利,不吃汤泡饭,不吃加生饭等等。 这些涉及到倒头饭形式的用餐方式,都是我们平常用餐的禁忌。 三,死人的祭品别吃。 不管是什么样的祭品,代表着神灵的恩惠,不管是什么样的祭品,在宗教仪式中都不容乱吃。 因为这是对大自然及神明的尊重,死人的祭品更是如此,乱吃会被视为侮辱,极其不妥。 由于祭品所代表的神灵恩惠,所以不仅仅是死人的祭品不能被乱吃,在祭品的保护上也要特别的小心,这样才能保证神明的恩惠不受侵犯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